第225集 姚儿新以前接触的动物 也不过就是猫猫狗狗 却知道动物的智商其实挺高的 来了这个时代之后 接触了大白、小白、小绿、小黑 那智商更是可以跟人相比 此时看着那些鹰也挺聪明 就比如那九号 跟小黑交手几招之后 发现讨不到便宜 但是自己已经被对方的爪子 给抓掉了好多羽毛 甚至还被灼伤了 所以他就发出了求饶的叫声 小黑手下留情了 七满的九号被摔了之后 还能站起来,没有死 周围的人都看傻了 这六号竟然这么厉害 姚儿新笑了 这家伙到了自己家 跟到须子熟食之后 吃了老头子不少的药丸子 要是输了就太丢人了 小黑的胜利 让姚儿新的一千两银子 变成了三千二百两 因为人气少 所以赔率是一赔四 再扣除两成的手续费 就剩下这些了 看着手里的银票 姚儿新无奈地摇摇头 哎,怪不得那么多人迷恋赌博呢 一旦运气好赢了 这可比做什么都来千块 接下来两场很快结束了 最终的五强是一号 三号 六号 七号 和八号 最后的厮杀之前 终于公布了 今年如果获胜 获得的花红为八万两银子 那五强的主人一听 顿时摩拳擦掌 跌跌浴室了 我跟你们说呀 有我家黑的王在 你们那什么什么将军呢 只有趴着的份儿 好见一个劲儿的嘚瑟 第一次这么扬眉吐气 好胖子 你别得意 还不一定录死谁手呢 蒋立来不服气 哼了一声 哼 赢一场算什么 彻底赢了再说 虽然之前 禽兽退出了比赛 但是 他真心不认为好胖子 就能真的赢过自己 虽然他那只黑鹰看起来 真的挺威风的 嘿嘿 你到时候哭了 可别怪我 没提醒你啊 好胖子撇了撇嘴 然后转身返回了 自己的座位上 吩咐人掏出好吃的 喂给小黑 嘿 黑的吧 一会儿让他们看看你的厉害 不要留情 最后决战厮杀的赔率 到了一赔十 杨如新再次出手 五千两 压小黑鹰 下注完毕 最后 厮杀开始 五只鹰进了笼子 小黑一点也不着急 就在一边看着 那意思是 你们先打 打完了 我收尾 其余的四只鹰 也不傻 最后 甚至有三只 竟然联合着 朝着小黑进攻 那八号 似乎有些 幸灾乐祸了 小黑一看情况 火了 既然想以多欺少 那就让你们瞅瞅 本大王的厉害 于是 小黑嗖地飞了起来 大翅膀一挥 掀起雷震的狂风 竟然阻止了 三只进攻的速度 就在三只 调整速度的时候 小黑 却已经开始进攻了 外面的人只看见 那只大黑影 似乎瞬间 化成了一道黑光 在笼子里四处地乱窜 然后就听见一声音鸣 黑影停下了 而那三只 则纷纷地 跌落在地上 不一例外地 全部折断了翅膀 那八号鹰 似乎被吓愣了 愣是没感觉 小黑也没主动进攻八号 反而冲着他叫了几声 八号鹰 扭动着小脑袋 看了一会儿 似乎在思考 然后出乎大家意料的是 八号愣是自己一松爪子 从铁笼子顶端 摔在了地上 震起了一阵的尘土飞扬 这是 姚儿心诧异地 瞪大了眼睛 哼 这时 主动认输了 扩青衡笑着说 这么说 小黑影了 扩青衡点了点头 此时 窦英的裁判 直接宣布 六号获胜 场上沸腾了 那些买了小黑影的人 激动的都要喜极而弃了 而那些输了的 最要难过的在流泪 不过 能过来玩斗鹰的 基本都是富二代 输个几万两 虽然肉痛 却不至于倾家荡产 所以 也就不会出现自杀什么的情况了 好胖子实在忍不住了 仰天大笑起来 直接冲着秦兽冲了过来 秦兽 一万两银的 学狗叫 秦兽急忙掏出一张银票 劝赌服说 银子在这里 不过狗叫 我给你两万两 狗叫算了吧 好不好 秦兽要的是面子 反正他压小黑影 可是赢了不少呢 不差几万两银子 哼 不行 好胖子抖着腿 一脸的得瑟 小爷 不差一万两 当初说好的 你就赶紧麻溜的 别让我瞧不起你 好胖子 你别欺人太甚呐 秦兽有些欺负难下 我就欺负你了 怎么着吧 好见得意的挑着眉 有本事 你也欺负我 可惜是我家黑的门赢了 你 秦兽 其实你心里明白 如果今天我输了 你能放过我吗 好见笑了 所以你就不要啰嗦了 欺负咯 我 秦兽有牙切齿的叫了几声 胖子 你等着 这个场子 我一定找回来 说完 转身就走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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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剑大笑了起来 琴摇稿 慢走啊 琴兽脚下一个亮枪 差点趴在地上 好剑笑得声音更大了 好了 别傻笑了 赶紧去拿银子去 杨如心走了过来 小黑跳过来 蹭蹭杨如心的腿 小黑 好样的 杨如心摸了摸小黑的脑袋 在手心里放了一颗药丸 小黑欢快地 将药丸吞了下去 寻姐 寻姐夫 现在领不了彩头了 得明天挑战之后 才能得到 好剑一看杨如心 两眼放光 昨天 我可是等了你们一晚上 今天怎么着 也得住我家去 我的院子都给你们 安排好了 挑战 咱们黑大王今天得了第一 明天要接受 五场挑战 都赢了才能走 如果输了 那就将今天 得到的彩头 给人家了 好剑 一点也不担心 就照着黑大王的能力 别说五场了 就是五十场 也没问题啊 小黑如果知道了 肯定要比是好剑 五十场 想累死本大王吗 杨如心带头 好吧 既然这样 那明天给我再来吧 去你家呢 我就不去了 我住在 同门客栈 现在 我回去了 师姐 这好不容易来了 我做个踪吧 好剑赢了 心情是超级的好 对杨如心的 恭敬八戒 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府城 比县城可繁华多了 女人都喜欢逛街 不是 你好像 还挺了解女人 杨如心吃笑了一声 既然你没事 那我想去趟衙行 你熟悉 就给我带路吧 姐 你要买人呢 好胖子一听 眼睛亮了 要什么样的 要不送你吧 我身边很多人的 杨如心抬眼 看了好胖子一下 好好 走 走 好胖子急忙闭嘴 在前面开始带路 临江城的衙行不少 好家这边有铺子 有宅子 所以好胖子 很熟悉这里 直接带着杨如心 就过去了 这个牙行不小 牙婆姓王 大家都称呼他王婆子 哎哟 这不是好哨吗 要买人呢 咱们这里正好刚来一批水灵的 王婆子一看好胖子 立马就推销起来 打住 好胖子急忙一摆手 哪这么啰嗦 气势 他看了眼 杨如心 是我哥要买人 赶紧的 将你们这儿的好货色的我交出来 好嘞 好嘞 王婆子一听不敢再啰嗦了 起码叫了一批人出来 有三十多个 清一色的漂亮小姑娘 规矩也不错 显然都是经过了训练的 杨如心却摇了摇头 公子 没有看好的 这些可都是调教过的 女工 模样 都是上好的 王婆子有些诧异 如果你觉得价格高 咱们可以商量 我家是在农村的 没什么规矩 我呢 就要干活勤快 忠诚的就行 要那么多漂亮的干嘛 杨如心看了眼牙婆 牙婆点点头 挥挥手 让这些人退下去了 公子 我干活勤快忠诚 你怎么不选我呢 有个姑娘忽然高声质问了出来 杨如心的眉头皱了一下 因为你比我漂亮啊 我看着不舒服 这个理由可以吗 求你一出来 就冲着我和顾清衡 再抛媚眼 你当我没看见吗 是要买回去 不上个自己添堵吗 那姑娘顿时被噎住了 还想说点什么 却被王婆子吆喝着 退了下去 第二批上来的 就普通了许多 而且 有男有女 你们中间既认刺 又会拳脚的 可以站出来 杨如心扫了眼中人 男女不限 结果站出来两个 一男一女 你们 杨如心看着两人 却皱起了眉头 因为这二人穿得虽然不好 可是气质样貌 可是气质样貌却是绝佳的 如果不是在这里遇到 他一定会觉得 这是哪家世家出来的公子和小姐 哎哟 我说二位呀 你们就别跟着掺和了 王婆子一看这两人 却叹了口气 我都跟你们说了 没有人愿意买你们的 什么情况 杨如心看向了王婆子 他们的条件不错 为什么没人买呀 这两个的确是好的 只是他们卖身有条件 那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 杨如心反而来了兴趣 啊 他们的爹娘身体不好 妹妹年纪也小 卖家要求 主家能帮着治疗爹娘 还要帮着养妹妹 王婆子叹了口气 哎 虽然啊 我也可怜他们 也找郎中帮他们看过了 可是他们的爹娘那身子呀 伤得太厉害了 根本就治不好 公子 你可是好少带来的 我还能糊弄 公子不成 那边兄妹俩 忍不住紧紧地 咬住了嘴唇 他们知道 希望渺茫 可是没有办法 有爹娘的家 才是完整的家 他们不想成为孤儿 无论如何 他们都要坚持 你们 叫什么名字 杨如心看向 兄妹二人 小人杜云鹏 七年十八 那是妹妹杜曼 七年十五 少年的声音红亮 就算此时 如此的窘迫 态度 却不见一丝的卑微 我们从小 读书习武 刚说到这里 就看到一条鞭子 甩了过来 急忙一个后空帆 躲过了 杨如心的鞭子 还没等到站稳 水墓就冲了上去 跟杜云鹏 打到了一起 只是 水墓根本不是 人家的对手 不过十几招之后 就有些招架不住了 叶三 也冲了上去 可是就算 二人合力 那个杜云鹏 也没露出败想 布家全 果然名不虚传 布青行的毛子 微微地 咪了起来 然后看一下了杨如心 买下他们不愧 那姑娘的武功 不在他哥哥之下 渡家全 全州渡家 虽然经商 却祖传了渡家全 曾经也 名阳四海 可惜后来败落了 如果我猜得不错 他们应该是 渡家嫡系的 某一只 杨如心皱起了眉 村里那些小门小户 都有龌龊 更何况是 那些大家族 当年 杜家老太爷 宠妾灭妻 可是很出名的 杨如心急忙叫停 叶三和水木 急忙退了下来 抹了一把额头的汗 再打下去 他们俩估计都要败了 杜云鹏也停了手 我买人 需要的是死器 尤心看向了杜云鹏 我不管你们以前 是什么身份 只要签了 那就是我的人 我要求的是 绝对的忠诚 否则 就算你们武功再高 我也会让你们 胜不如死的 小公子愿意 帮家父家母治病 我跟妹妹 就是此效忠 杜云鹏再次跪了下去 杜曼也跟着跪了下去 好 既然这样 那你们去将他们带来 我看看吧 我总得看过病人 才知道是不是有得救 如果救不了 我也不敢买你们 不看不知道 一看真的吓一跳 那牙婆没有夸张 这两人的爹娘 也就是有口气 表明还活着 如果胸口没有起伏 那就跟死人没两样 剥了皮 就直接变成骷髅 连肉都没了 兴许是搬动 牵动了伤口 男人咳嗽了两声 带出了一口的血 杜曼急忙掏出手帕 给他爹仔细地擦干净 女人虽然没有咳血 却只是有气无力地 睁着无神的眼睛 虽然这样 整个人还是很干净 指甲里没有泥垢 包括那个小姑娘 可见这家人的教养 是相当的好的 杨儿新过去搭上了杜成锋的脉搏 当然搭脉只是个掩饰 实际上 她是用意念在检查对方的身体 杜家兄妹瞪大了眼睛 都看向了杨如新 内伤 杨儿新看向了杜家兄妹 伤了肺 杜云鹏点点头 嗯 被他们派来的人追杀的时候 我爹为了护着我娘 所以 杨儿新又检查了一下夜市 也是受了内伤 不过要轻一些 只是因为夜市本身身体弱 所以情况就同样严重 能治 杨儿新起身 虽然会很费劲 花费也不低 说实话 你父母的伤 一般的郎中治不好 你们觉得 自己值得我去请 到虚子老头出手吗 杜云鹏和杜曼对视了一眼 我们不知道自己值不值 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心价值几何 杜云鹏努力地控制着情绪 而我们一家 将会绝对地忠诚 少爷 求你 救救我的爹娘 之前那个小姑娘杜晴 也过来跪下了 才六岁的小姑娘 长得有些瘦弱 声音也是柔柔弱弱的 目光却很坚定 晴儿也会忠心的 很忠心很忠心的 姚儿欣的心 忽然柔软了 好 那我就买下你们 但是记住 不要让我失望啊 兄妹三人 顿时 表出了笑容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腊席山里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腊席山里汉》 《腊席山里汉》